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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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兰有约 掌声欢迎 白言松 那么第一次主持时 有谁对你的帮助是最大的吗 是我的制片人时间 采访那天我问时间我该看哪儿 时间说你管这么多干嘛是镜头找你又不是你找镜头 回头一想时间真的很棒 他用这种开玩笑的看似不经意的方式就帮你化解了心里最大的障碍 是啊 时间这段话真的非常出彩 那么由于时间的原因当然了不是制片时间 而是我们今天评委老师的时间要求 今天的采访先告一段落 也希望今后有机会和白言松进行更深入的交流 好 时间到 好了 接下来要进行的是第三个环节 即兴评数 请我们的工作人员播放我们的视频 请看大屏幕 大家有所谓的不同 带领的场所均不允许西安的 也就是说像电梯走廊楼梯间卫生间等 都在纪念广域之内 在新规定之下呢 以前设立的西安市和西安区也将被禁止 不仅如此 此次即将实施的条例中还明确的处罚规定 如果个人法外禁止西安场所或者排队等货队伍中西安 将被处以50元到200元的法案 场所经营者管理者违反相关规定 将会处于2000元以上 1万元以下的法管 那么从刚才的视频当中呢 我们能够看到北京啊 从今年的6月1号 开始实行了史上最强的经验令 在所有带领的建筑当中 以及排队的队伍当中呢 都明确规定了禁止大家吸烟 从这个视频当中呢 我们能得出一个关键词 那就是禁止吸烟 其实在以前啊 北京也出台过很多类似的相关法律 但是措施呢都没有这次力度大 所以一方面呢 管中亏报 建为支柱 我们也从国家的相关出台的这些政策当中呢 欣喜的看到咱们的主国呀 越来越和世界发达国家接轨了 很多措施呢也越来越先进 越来越文明了 那么另一方面呢 我们也希望 主如此类经验令的措施呢 能够有效的坚定的执行下去 而不像是以前一样 仅仅是颁布了 那么我们也相信 从我们每个人每一点每一滴做起 能够让我们的环境越来越美 谢谢大家 好 也谢谢我们的楼兰 感谢大家 作词 请不吝点赞 即使她 祝点赞 真正 优优独播剧场 value